一群富豪正在品尝82年的拉菲 刚入口 一股腐烂的酸臭味特别上头 所有人都开始纷纷作呕 一个女人看到被子里好像有个东西 伸手一掏 竟然掏出了一只泡透了的手指 众人吓得发出惊恐的尖叫 报警后警察赶来掀开酿造红酒的酒桶 里面赫然出现了一个烟的稀巴烂的尸体 因为长时间被浸泡 酒精早已经将人体盖制腐蚀殆尽 尸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变得软弱Q弹 但是酒庄老板表示 这82年的拉菲自打82年开始就没有被打开过 那尸体究竟是被谁放进去的呢 为了查明真相 警方将所有的红酒都带回了警局 然后从一堆浓稠的汁水中 挑剪着一切能够找到的人体组织 除此之外 他们还在红酒中发现了一枚钢钉 与死者头骨上的小孔相吻合 这说明死者生前做过一种假发镶嵌的手术 就是直接将假发用钢钉固定在头上 顺着这条线索 警方从一家医院调查出了死者的身份 原来他是一名品酒师 据说已经失踪了快一年了 男人作为一名品酒师 居然被淹死在了酒缸中被泡得腐烂发臭 警方发现死者的鼻梁骨有明显骨折的迹象 于是警方找到了死者的妻子询问情况 妻子说丈夫失踪之前去参加过一个酒会 酒会上有两个酒庄老板在干架 丈夫去劝架的时候被一拳打在了鼻子上 而那两个人之所以打架 是因为其中一个人在生产廉价劣质的红酒 反而抢了另一个生产高端红酒老板的生意 警方首先传唤了劣质红酒的老板 他承认了那天打架的事实 但是当警察问起死者的死因时 他立马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并且爆出了一个惊天的八卦 原来死者与优质红酒老板的妻子搞破鞋 所以很有可能是两个人的奸情被发现 老板一气之下就把他给杀了 警方立即找到老板娘 面对警察的质问 他不敢说假话 他声称自己之所以和死者在一起 只是渴望有个孩子 因为他的丈夫有先天性的不育症 这也更加重了他丈夫因为背叛杀人的嫌疑 另一边法医已经将尸骨和红酒完全分离 还在酒中发现了一些玻璃碎片 但尸骨已经被红酒淹透 于是警察灵机一动 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法医将大量的牙膏倒入泡着尸骨的水中 众所周知 牙膏除了牙齿可以洗白任何东西 很快被红酒染色的人骨就被泡得正光瓦亮 他们还在头骨上发现了有被敲击过的凹陷 胸口上有些玻璃残渣 还有一个圆形伤口 它的直径与高端红酒瓶的直径相同 警方分析死者是先被酒瓶敲击了头部 再用敲碎的瓶子插进了死者的胸口 而这种酒瓶正是高端红酒的专用酒瓶 为了更好的情景还原 警方找来了一些和脑瓜子差不多大小的西瓜做试验 咔咔砸下去 酒瓶子完好无损 甚至没有一点裂痕 经过仔细比对 他们终于发现了端倪 这两个瓶子外观看起来虽然差不多 但是打死死者的那个 其实是高端酒瓶的仿制品 没有过硬的质量 所以一敲就碎 由此警方将目标锁定为劣质红酒的酒庄老板 将他带回警局 事实证明劣质红酒确实是他照着高端红酒瓶仿造而成的 原来他制造各种廉价勾兑的假酒 售卖给各大娱乐场所 利用一般人根本不会品酒 只认酒瓶子的弱点 赚着媚良心的钱 还抢了用心酿造高端红酒老板的生意 直到有一天 死者无意间发现了他的秘密要举报他 被利益蒙蔽双眼的老板 为了不让他断了自己的财路 将其杀害 还故意栽赃给了高端红酒的老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小人爱财没有礼貌